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节的国语新闻 先来看到宜兰县自行车道 目前西南西北已经建制完成大约183.1公里 虽然都有公告禁止七机车进入 但仍然有民众违规影响自行车歧视的用路权益 因此县府除了加强劝离管理之外 也会拍照举发 确实维护悠闲安全的油气环境 宜兰县建制自行车道 已经完成大约183.1公里 而且入口皆公告禁止七机车进入 但仍然有民众会把七机车行驶上自行车道 影响慢跑散步或骑自行车民众的用路权益 宜兰县的自行车道包含这个西南西北 目前已经建制完成大约有183.1公里 那主要是提供游客休闲运动 散步啦慢跑啦或是骑乘脚踏车 那我们也会在所有的入口 设立这个禁止七机车进入的一个告示牌 那最近经常有游客反映啊 说这个有这个违规的七机车 进入到自行车道上面来 那造成这些运动爱好者的一个 人身安全上的疑郁 有鉴于此县府除了每天将派管理人员 加强巡查劝离之外 也会拍照举发违规 是我们县政府目前除了积极做劝导以外 那我们也启动了这个拍照举发的一个动作 同时我们也协调陷阱局加强取缔的工作 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是可以处罚 九百到一千八 那同时在那个事情细则里面 也可以做一个拍照举证的一个动作 另外民众也能检据违规证据 向警察机关检据 警察证属实就会举发 一旦新闻记者黄竹汉自宝不道